因地球暖化 气候极端 全球各地都响应起资源再利用减少开源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生活环境不再持续恶化 而草屯正宫所相当用心于植物公园举办 爱护地球幸福草屯 资源回收宣导及回收物兑换活动 就是希望在地球极度恶化的情况下 能够让每一位地球上的人民 尽一份爱护地球的心力 因为这个资源回收对称极度来说起来是很要紧的 而且对我们的地民这个漏漏的分裂 漏漏的减量还是它的源头 所以用我们漏漏的分裂 有生厨与就是居沟域的方面 生厨与就是我们甲村的这些剩菜剩饭 我们本座车后边都会放 请高于我们的地民毕竟来做好 让我们这个… 这个… 环境比较好 本座够比较盡量 一定要拜到高于为高的造成 这个国主宅讲的就是 结果主缘回收的量 主要能够回收 就是说像 保理罐一定要回收 禮罐等等 包括塑料都要回收 本所差不多減到53%、54% 減一半左右 所以对我们本所的潜温 減量都是很要紧的 这方面因为我们已经退了很久 但是这口都没起来 就表示我们对这些事情不重 当时一定要穿车 我们国家来做起 这个湾头来做起 不然对我们本所一定会暴增 而且这些转移的工具 来的政家 都在收钱 但在加东垃圾 却还是能看见 没有落实分类的资源回收物 混杂在垃圾中一起丢置垃圾车 这样不仅会造成 津杰队员的不便 更会造成环境的恶化 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 能够深耕民众资源回收的观念 共同为良好的生活环境努力 我们把铁材本所 里面有资源回收物 但我们都用宽多 如果他发明 他这个规定 防保署下来 要我们这样做事 要给我们退 但我们就是不要做到这么厉害 我们说要有情面嘛 人情事故我们一定要照顾 所以这一定要研究大家 等会儿给你带 给你判斗 这是我们的质量 请我们是要配合 津杰队员有我们的主缘回收物 生厨与 锁厨与 津杰队员可以回收 他们叫吃质量 我們都會保持一台鑽車在收 現在請我們各位方針來配合 定時 每天下午都有去收 我們現在收起來 這個量蠻多的 沾垃圾的百分之 大概在30左右 一定要跟各位地面我們的方針 再來說 讓他們了解 本所減量 主要回收的重要性 前議員林永宏不僅肯定 草屯正公所的用心 對於愛護地球也有不一樣的想法 如節約能源 重數等等行為 都是愛護地球非常好的觀念 林永遠也肯定 鎮內社區對於資源回收的用心 也希望資源回收的觀念 能夠落實到每一戶人家 讓生活環境能夠更加提升 我們草屯正公所來基盤到 愛護地球 幸福草屯的活動 愛護地球 我們平常是在做主案回收 基盤三個橋 都要讓地球的活動 主案回收可以讓我們對地球資源的 一個永續能夠延續 多種一棵樹可以減碳 我們對於愛護地球的相關活動 那當然我們社區裡面相當多的志工 長期以來來協助地方做資源回收 讓我們的資源不要過度的浪費 那我相信這都是愛護地球的一個最善良的舉動 那我們在草屯正的植物公園 種了這麼多的樹能夠有這麼好的一塊 這個草皮讓我們樹林來讓我們使用 我相信這是前人種樹 後人乘梁 我相信像類似這種前人種樹 後人乘梁的作為 這就是說草屯正幸福的一個開始 未來 未來的草屯正要這樣經營發展 要這樣讓植物公園可以繼續延續 證明能夠永續的幸福感 我相信英雄有信心來結合草屯正公所 好好來努力讓我們未來的草屯正是一個幸福修正 每一個社區都做得非常好 每一個社區都有一個資源回收站 那我們也期待不只是社區的志工 我們還可以推動到每一個家庭裡面 所以我們舉辦這個活動可以除了教導小朋友 可以資源回收的闖關活動之外呢 也可以比如說平常他們的廢電池可以帶來 來兌換獎品 廢衣服帶回來 然後來換一些獎品訂訂 那我們希望說資源回收的這個工作 真正能夠落實到每一個家戶 也真正能夠讓我們的資源可以永續利用發展 這才是我們真正的一個目的 現議員簡景賢感謝默默為環境付出的志工們 才能讓草屯正的環境如此優美 也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志工的行列 共同為居家生活環境努力 地球只有一個 唯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讓人民永續生存 今天是我們環保愛地球 我們的幸福草屯一個環保日 所以說來自我們全店 超級超級超級我們的環保志工 平常是可以說非常辛苦 早上清晨四五點就出發打掃 整個鄉村街道甚至於超級超級 這個特別感謝我們所有的環保志工 感謝社區 我們也很希望能夠 還有很多人來加入 我相信草屯絕對是一個幸福的草屯 而且是清新的草屯 當然我們也很希望說 我們大家都在醫療一樣的心 寬佈的心 可以每一個人都站出來 維護整個地球 實在說地球是一顆而已 我們也很希望說 不要因為政治因素 或是說人口的因素 地球一顆真的 要大家來維護 大家都站出來 我相信絕對是一個很健康的地球 很健康的草屯 縣議員李舟宗肯定草屯正公所策劃活動的用心 也希望民眾能夠物盡其用 更希望能夠從小地方做起 讓生活環境能夠擁有最好的品質 超頓町公所 基盤愛地球 支援回收的宣導 還有一些回收品的兌換 我們也感謝超頓町公所 同時我們超頓町所有國立的生活品質 對到環保這方面 都很用心在選擇 也很用心在實施 可以說我們無盡使用 不要浪費 不要亂費 可以讓我們生活環境 體型 讓我們所有的病床害 都沒有辦法給我們侵蝕 讓我們所有的傳染病 都把我們遠離我們的社區 遠離我們的鄉里 今天也要來服用 我們所有的鄉親共同來救地球 共同來做環保 大家都舉手之勞而已 用心出一道力 讓我們生活環境 生活品質 衛生部 衛生的部分 都能夠提醒很多 可以說感謝公所 資源回收大家來做 地球 我們大家 大家共同來努力 可以讓我們 一切都相對好的品質 資源回收分為可回收與不可回收 又細分多類 李舟宗議員希望孩子能夠 從小紮根資源回收的觀念 從家庭做起才能落實 及生根觀念 現在資源回收 有包括我們的 各種類品 分類 可再回收不可再回收 比如說可以回收的部分 可以說落實到我們的小朋友 讓我們的孩子都知道 什麼可以再利用 一些我們的索卡用品 我們的索卡用品 能夠再利用的 我們希望說 大家 家庭 可以跟孩子交友 什麼 可以來做再利用 要怎麼分開 這個 堆滯 來回收 改動 要做本事的 做處理的 都希望 我們家庭 來跟我們所有的事實 來交友的 想像 你要幫老師 有時候 比較沒辦法普及化 我們可以加上 我們每一個家庭 來跟我們的事實 來交友 什麼是可以還賣錢回收的 什麼是可以彈掉 這個 揮發掉的 這是很重要 可以讓我們小朋友 對小朋友 學習到這個 資源回收 這個 好習慣 讓我們創作 美好的生活品質 生活環境 前議員廖子又肯定 政公所對於生活環境的要求 也希望透過本次的活動 能夠深耕民眾 資源回收的觀念 落實分類才能讓垃圾量減少 而南投縣都沒有焚化爐 垃圾都需仰賴 臨近縣市處理 若是能夠從居家做起 對於縣內的垃圾問題 會有相當的幫助 草屯 可以說 這個環保的回收 可以說是做到非常樂趣 我們今天特別 也在我們植物公園 來辦理一條 這個幸福草屯 資源回收的一個宣導活動 我們現場也看到 我們有很多社區志工 也共同來參與選擇活動 地球只有一顆而已 希望我們大家共同 來對著地球 節能減碳 包括說 把我們的資源回收 源頭減量 可以把我們的垃圾量減掉 我們知道現在南道館沒有這個文化樓 所以所有的垃圾都要專門去別的館 來燃燒 但是因為燃燒的量沒有那麼多 所以說我們現在超燈 可以說我們的垃圾場 把本屬燉了很多 希望大家在家庭 可以把我們家庭的垃圾 源頭做一個減量 比較適合把這個園園回收 落實來做好 來配合公屬 可以把我們的環境來維護 我想這個地球是我們每個共同 也希望每個共同 來要讓他來維護 孩子若是從小灌輸 垃圾分類正確的觀念 對於未來的成長生活環境 息息相關 廖子佑議員希望垃圾分類 能夠確實 落實到每戶人家 每一位孩子 這個資源回收 要落實 還是要從小 從小的時候 包括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孩子 我們就要跟他們教導 要怎麼做分類 我們的資源回收 這個它的源頭有幾類 包括我們學校 我想好好對著這個 為了我們這個環境 和主委回收 也有很多主委回收 也要從小來跟他們教導 所以說包括我們的家庭 還是在家庭 也可以很落實的 來教導我們的小朋友 我們的學生 讓他們能夠從小就認識 我們的資源 這個分類要怎麼做 可以落實 讓我們每一個從小做起 我想這是 讓我們的孩子知道要怎麼分類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也希望家庭都可以共同來維護這個環境 期許透過政公所所舉辦的愛護地球 幸福草屯 支援回收宣導與回收物兌換活動 能夠讓資源回收的觀念 落實到每戶人家 並充分利用資源 也希望民眾能夠一起維護 共同的生活環境 期許未來的生活環境 能夠更加提升 迷逸新聞李永勝 專題採訪報導 至少 至少